曾經在商台效力超過20年 日前懷疑因為電台錄音室 共用咪的衛生情況頂撞上司 而收到大信封的細數 這一天就出席活動 講到現況 他很坦白地說自己沒有經濟壓力 也很感謝大家的關心 現在自己最主要的工作 就是每一晚都在不同的社交平台上 會自己開始做Live 還有去寫多些歌曲 去創作一些歌曲 因為自己都答應了 希望在這一年預下下來的時間 可以做到至少可以寫到 和publish 到15首歌 現在都向著這個目標進化 我已經寫了第一首歌 寫好了兼且有人喜歡這首歌 希望有機會可以publish 到 距離上市又近了一大步 所以其實很多工作都會做 除了會創作歌曲之外 其他演唱會的創作也有 或者其他表演的創作 或者是監製導演的身份 我也有 但是由於現在疫情的關係 所以少一點這方面的工作 主要都是籌備 可能在年尾的時候 當疫情可以穩定一些 或者已經過去的話 我們這些工作 就會開始大家會見到